好 大家好 那我们看来看T5的掉落啊 那我们上一篇视频讲了那个独狩神殿的 又独狩神殿的boss多一点啊 这一期我这一次呢 我们把它拆开了 因为之前说了是视频时尚太长了嘛 我们把它拆到这一次 那我们讲了讲那个风波要塞的和 T5的 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好吧 这个传奇的这个不用看了 这个是凯王子掉的这个 呃 城装 我们先看小怪的 首先配方呢 我们就略过了 大家去看独狩那一篇就可以了 独狩里面讲了配方的相关的 我们一样是只挑呃 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来讲啊 那些高不成地不旧的 或者说过度装呢 我们就不说了 节省时间 因为没 呃 掉落的东西很多 我们看独狩的小怪里面 啊 风暴的小怪里面最好的 首先值得说的就是这个腰带 这个腰带的话 应该就是 恢复萨的 完美属性 奶旗 如果奶旗 奶旗也可以用 但是它少了暴击 当然你可以说我在黄魂里面插暴击 也是一样的啊 反正就是说萨满 应该是用这个是最好的 治理不算特别高 但治疗效果特别高 五位特别高 啊 带两个孔 就不用说了 然后最后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的话也是 呃 防齐 非常适合防齐的一个戒指 耐力很高 然后防等 然后隔档隔档值 虽然隔档隔档值这个属性不好 但是 我想说它的装等毕竟是T5的小怪的东西 它配合什么猎魂之戒啊 或者说除非你 你说你带一个仇恨下的法装饰品 如果你是要乌龟装 这个戒指还是值得一提的 好吧 然后小怪里面 我想想 像这个腰带 像这个腰带 像这个火上的腰带 因为有冲击腰带在 它都被埋没了 好吧 这个精灵王的寸间 属性看起来特别的全面 但是缺点是第一 它带精神 那么输出的不想要精神 其实就是它的属性价格都不高 比如命中啊 暴击啊 法伤啊 整体不是特别的高 跟其他几件极品相比 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极品过渡状吧 好 让我们看一号凤凰澳 首先这个披风是坦克的毕业披风 毫无疑问了 这个属性多散 加多散的 高耐 然后这个护腕 暴击 法伤 耐质 除了没有孔之外 没有缺点 那么它就一句话总结就是 几乎所有法系的壁士装 好吧 心理风暴互放 然后这个着热之握 因为它的精准属性 是几乎所有近战输出的壁士装 而且它比卡拉战小怪的 那个那个那个的 卡拉战小怪的这个灵巧之握 强了一丢丢啊 政治强了一丢丢 首先那个这个是29敏捷 这个是33敏捷 这个精准是15 这个精准是18 然后这个弓强是60 这个弓强是66 其他属性完全 其他一样耐力我们就不看了 对吧 稍微多了一点点 所以它就是 它就是灵巧之握的略微增强版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灵巧之握了 那么你对这个呢 不着急 对吧 有钱的大佬先拿 我们最后等着剪就行了 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傲智指环 这个指环就是存法章 高智力 那么毫无疑问 我们刚才说到了 哪些职业是需要高智力和高法章的呢 傲法 对吧 傲法需要高智力 也需要法章 暗木需要存法章 所以这两个戒指是比较适合暗木傲法的 至于其他的职业 不是说不可以用 但是其他的你很明显 比如像瓦斯鞋的那个带抱戒的那个戒指更好 总之这个戒指我们是给大家指一下 他的好在哪里 对吧 都盲目 好 接下来是这个副手 这个副手应该是 我们说那个海杜斯出的那个副手呢 是法系输出的币士 那么这个副手 傲的这个副手呢 就是治疗的币士了 两个都是一号boss出的 总之就是副手这里 他也是比较完美的标准模板 然后就是接下来的两个拳套了 凤凰的左右爪 凤凰的左右爪 首先猎人可以用 他俩搭配 那个外形非常的帅 对吧 外形非常的帅 然后呢 猎人用一套 因为拳套对于猎人来说 你可以上那个平衡时 获得争议 这个应该是玩猎人的都懂啊 所以猎人是非常想要这一对拳套的 然后呢 这个主手对于增强煞来说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副手不行 因为增强煞 他要两把武器都是慢的 所以这个1.5的 副枪杀就不要了 那么1.5 那么增强煞可以选择这个斧子 也可以选择王者的那个锤子 对吧 所以这两把拳套猎人的必是 其次 这个虚空梦魇 就是这两把拳套的替代品了 你说比如说我猎人穷 我买不起双爪 或者双爪比金针比较大 那你可以买两把这个斧子 这个斧子单手 你可以拿两把 对于增强煞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拿两把这个斧子 总之凤凰出的这个武器 都还挺有特点的好吧 然后这个奥金器枪呢 猎人一般是不用的 因为猎人有王者的弓 不然那个瓦斯奇的弓 但如果说 我买不起瓦斯奇的弓 你可以用这个枪顶一下 总比凤凰弓也好 对吧 然后这个属性敏捷非常高 所以对于盗贼拿来打输出的话 就是配装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我们看2号的空灵机甲 空灵机甲 首先T5略过 然后这个头盔 这个头盔三个孔 但是他没有多踩 然后呢 法杖非常高 那么大家想到想到想到谁呢 没错 又是暗幕 因为第一 暗幕他不需要不吃暴击 所以虽然这里有暴击 但是呢 没什么没什么用途 暗幕也不是命中 所以这个命中的也没什么用途 但他这个三潮 再加上这个高法商 就足够暗幕了 因为暗幕对于多踩那边 没什么收益 好吧 所以说这个头盔是适合暗幕的 其他职业我估计 如果像什么什么 其他的需求 特别需求保持孔的 因为头盔上一般是一个多彩 加一个孔 就是这种结构 你想找三个纯 就三个单色保持孔的头盔 还这么多 这个头盔就是了 好吧 这个给大家提一下 然后这个决心万甲 应该是坦克 就是板甲的 就是防起防战的 壁士装了 然后这个治疗的饰品 我真的说 我只能说 设计师似乎在TBC 可能是初期的原因 治疗的饰品 设计的都很拉胯 大部分治疗饰品 都很拉胯 牧师的精神 是一个反过来的 最开始精神没有加强的时候 其实也就一般般 只不过原来的2.4% 把精神的计算工事 一下加强了 所以耳环变牛逼了 然后其他的治疗饰品 就很垃圾了 这个治疗饰品 真的很烂 大家底下减 然后星际螺旋 盗贼的这个饰品 我们要说一下 盗贼的职业饰品 是处于两级的 如果他的内置CD 到时候测试的内置CD很短 那么这个就是个神器 如果他的内置CD很长 那么这个就是个垃圾 总之星际螺旋 在我们原来玩TBC的时候 似乎并不是很粗彩 似乎并不是很粗彩 要么当年我太菜了 要么就是现在有改动 好吧 这个等待正式服务上线之后 大家看一下 总有人拿 拿了之后 总有人测试 他的内置CD是多少 我们就得出结论了 总之这个是 反正盗贼 你一个团里面 有一个盗贼不错了 那肯定出了 就是你底下减 好 三号大兴的话 这个腿没有 这个裤子没有 这个不对 这个裤子没有孔 所以我们就不怎么说了 过度装好吧 过度装 这个星术师长裤 也是三孔高法杀 三孔高法杀 但是他带精神 所以首先我们又讲到了 暗幕对吧 三个孔 然后法杀高 那么暗幕是可以用的 其次奥法也可以用 为什么 因为他智力高 纯法杀 然后你擦三个 智力的宝石 其实奥法用也很不错 然后这个皮甲是标准的猎人盗贼的壁装 就是 当然是考虑配装的 它的敏捷更高 弓强很高 然后带一个孔 所以这个应该是 就是敏捷输出的 那个最好的装备 个人觉得 当然你要考虑你的 自己的属性够不够 这个手套应该就是 奶莎的最强装备了 不如说奶莎就不要暴击 暴击对奶莎来说还是有用的 它会触发护甲 对吧 然后再往下 我看一下这个腰带 暴击治疗 高智利 奶祈的鼻子装不用说了 然后这个腿 这个腿的话就是 非常非常的牛逼 但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的精准不够 你是不能换这条 蓝装的任务裤子的 精准属性再次提及 但是如果我 比如说我承接期 人类承接期拿剑 在P2 如果我能够把其他的 刚才提到的那几件 精准装给凑齐的话 我是可以换 这条扳家腿的 所以这条扳家腿 跟刚才小怪的腰带是一样的 就它属性本身非常好 但是你的精准要够 它是毕业装 但是它某种程度下 它只能在某种程度下 作为毕业装 大家希望狂暴战 承接期要明白 这个装备的定位 这个复原之学很明显 就是高耐双孔 然后防御装 防占拿来 呃 成耐力非常非常不良 它的耐力之中会非常地高 然后这个职业视频 暂时的这个职业视频呢 也是一个非常强的视频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装备 战吼提供了这个攻墙的 这个额外加成效果 你可以用它吼了 然后再把视频拿下来 这样的话 战士的队伍呢 在战斗开始了两分钟 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增强 所以这个视频是一个 它是一个玩具 你不会带着它战斗 但是呢 它是个极品玩具 它的附加属性非常非常的强 工具人战士必备 好吧 当然也一样的 职业视频 你战士顶多 大家轮流减嘛 DPS肯定就只有 有可能只有一个战士 其他的就是防战 或者干嘛 反正总之 战士轮流去解决 去拿这个视频就可以了 速速的这个视频 也一样了 就看起来非常的好 但是应用场景比较少 对吧 首先它自带的48点法商 还算可以 中规中矩 对吧 比不上其他的纯输出的 然后这个抗性 从抗性提高 可能后期 速食当T的时候 在一些高压情况下 可能会需要 总之说应用 应用场景很小很小 这个匕首就不说了 现在几乎没有用 匕首的地方 然后这个法杖的话 就是 如果你是玩 法杖流的牧师 那这个就是B师装了 这个毫无疑问 然后这个一望之心 这个属性很全面 那么它就是 几乎所有能用魔杖的 法系输出的B师装 但是一样的 它没有治理 所以奥法可能不会用它 但是其他的除此之外 应该都是会用这个法杖 属性太全面了 配装起来 非常非常的轻松 最后就是看我们的凯尔萨斯了 首先它掉这个三件披风 对吧 一个是法术的 一个是法系输出的 一个是治疗的 一个是物理输出的 那不用说了 首先这个法系的披风 高质高法杖 那一样的 奥法按摩 又这两个是吧 我没有把它再次搬出来了 然后其他的 因为它没有命中 没有暴击 没有什么巴拉巴拉 这些东西 所以其他的法系 可能看不上 然后这个治疗的 没得说 就治疗 没什么可选的 主要是治疗 不像DPS 可以选的那么多 那么这个披风 应该就是治疗的 闭嘴装了 这个物理的披风 也是一样的 敏捷攻强 那么对于猎人来说 猎人和盗贼来说 如果你的命中 够了 猎人是有一个够命中 所以说盗贼命中 是不存在够不够的 这一说 但是盗贼 你不能无限制的 去堆命中 这个我就不过多的 去展开了 要说到的就是 总之盗贼玩家 应该知道自己 需不需要命中 或者说要不要补命中 那么这个披风 就是一个非常 他首先他专门摆在这 然后他的属性很高 好吧 就考虑到命中 所以就给猎人推荐 盗贼命中 这个东西 你要问我 盗贼要多少命中 这个东西是 没有办法给这个标准的 你要堆满命中 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双持的盗贼玩家来说 下面就是危险意图 这个腿 是输出里面 就刚才我们说到了 新俗师的腿 板甲的 最终的 对吧 这个是皮甲的 一样的 如果是盗贼 你要考虑到你的命中 你要考虑到你的精准 如果是猎人 猎人一般是用这条腿 加另外的4T5 因为猎人的T5套装 套装属性也非常好 所以猎人要4T5加腿 因为猎人在P1 就是用4T3加 卡拉战的潜藏者腿甲 或者用围栏的腿 对吧 到T5也一样 猎人的4T5加一个腿 加哪个腿呢 就是加这个腿 这个腿的属性非常非常的高 弓强敏捷 暴击 猎人的完美配合 好吧 然后再往下 就是这个腿 三孔高治疗 高五回 那就应该就是奶煞 煞满 治疗煞用的 这个是坦克乌龟流 就是防御装里面 最好的手套 就不用说了 高装的 然后属性也很完美 然后这个戒指呢 就是大号的牵引之介了 这个就是大号的牵引之介 王子的这个戒指 也就是说牵引之介的好处 就是 它可以搭配任何程度 也就是说我用变形者会计 加这个游侠将军的指环 然后就应对了 其他地方就该怎么调 怎么调 反正这戒指已经做到了最好了 所以这个戒指应该是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几乎是 所有物理输出的壁士装 好吧 然后这个疯狂双刃呢 就比较 这个疯狂双刃是 P2阶段 阶段2的那个最强的双手武器 但它跟三段剑相比呢 三段剑有一个特效 就是我现在用的二段剑 对吧 这个特效 然后三段剑的特效 虽然三段剑的秒双会比这个稍微低一点 但是加上特效就跟这个剑 伯仲之间了 我认为是伯仲之间了 甚至还稍微要强一点 对于输出来说 稍微还要强一点 所以对于有三段武器来说 这把剑不是必须的 当然如果说你没有 你没练断照 然后你现在也就不用着急 我一定要练三段三段 什么之类的 那你拿这把凤凰双刃也是可以的 毕竟它的属性也很好 三个孔 其次呢 就是猎人 如果你不拿凤凰的双爪的话 你用双手留的 那么你可以拿这把剑 对于猎人来说 属性也非常不错 因为它的三孔 加纯攻强 纯暴击 对于猎人来说 也是非常适用的 好吧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那个单手锤 就是盗贼用这把锤子呢 我感觉不如那个 艾萨拉之爪 个人感觉 因为它没有属性 其实它这个特效 除非它这个特效 触发的很高 好吧 否则它应该 就胜在它的装等高 和秒杖高 其他的 所以说盗贼不推荐 但是狂暴战 震强煞 就只能用这个锤子了 这个锤子应该是最好的 因为你没有天赋加持 那么它的高秒杖 和它的速度 就摆在这里 况且 还有一个 看起来很美的特效 这个节点钥匙 就是 双手流 就是我们不拿单手 加副手的这种 双手流 最好的法杖 就不用说了 这个属性已经爆炸 已经很爆炸了 好吧 我没有去算 这把节点钥匙 和什么单手加副手 我觉得最好的单手 加最好的副手 加起来 应该是能比这把法杖 稍微强一点的 因为毕竟你两个 我一个 但是强的也有限 好吧 所以如果为了省事 或者为了省钱 买一个节点钥匙 准不错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下 T5套装 T5套装的很多的属性 我单件属性 我就不去看了 我们就着重的去 说一下它的套装特效 因为我们装备套装 本来就是为了要 它的特效的 所以大部分的 T5的闪件 都对于各自的职业来说 应该都是很合适的 关键就是套装特效 首先我们说比较强的 我们刚才说过了 首先就是 牧师的两套都还可以 神木的恢复数 持续时间延长三秒 其实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让你的恢复数 多跳了一下 多跳了一下 那么恢复数 现在基本上一跳 能够跳八九百 应该不夸张 所以说这个特效 可以理解为 使你的恢复数的 治疗效果提升800点 这么一听的话 套装效果就非常强了 好吧 然后暗幕 也还可以 但是暗幕可能缺带 它的单件 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暗幕的 暗幕的这些单件 每一件 对于暗幕本身 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暗幕 虽然这个套装 是套装的效果 还可以 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暗幕一般 不会穿套装 一般是闪剑流 这是我对暗幕的 出钱的理解 好 那盗贼的 盗贼的这个四件套 就不说了 很强 你的攻击 有一定几率 立你的下一次终结剂 不消耗能量值 这个毫无疑问 就是妥妥的增强 我们说套装是特效里面 什么东西最强 就是那种 我就那种被动的 然后线性的 然后直接增加的 就是最强的 反而那些玩花哨的那种 就可能会比较逗逼 好吧 盗贼的就属于这种 它的虽然是一定的几率 但是你只要出发一次 你就是妥妥的 能提升你的输出 而且不会让你产生 额外的操作 或者干嘛 这种东西 这个盗贼的就属于比较强的 猎人的也一样 看吧 猎人你的稳固设计 暴击几率提高百分数 这不用说 稳固设计是猎人的 所有的填充技能 几乎猎人 每时每刻都在拉稳固 那么直接加5%暴击 这就无比的强大 好吧 这无比的强大 然后战士的两套 是比较争议的 我认为是不怎么好的 我自己也是玩战士的 首先防战的 防战的被击中 后有一定几率200级数 看起来好像很美好 好像送了你一个 免费的龙击一样 但是我们要认真的想 防战缺的是什么 首先它缺的是仇恨 最缺仇恨 那么200级数 能给你带来仇恨上的增长吗 不能 它顶多能够让你的 平坎快一点 路期多一点 但是也多的有限 因为现在的级数等级 不像后面版本的 甚至能减你的技能CD 或者说能减你的 能减你的公共CD 现在的级数等级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级数 对于防战来说 对于防战的仇恨项来说 收益是有限的 有 但是不是很高 然后对于生存 那就更别说了 级数等级 不能为你带来生存上的提升 那你说你怒气多一点 我相信你只要是 看那种高压boss 你的生存能力已经吃紧了 你一定不会缺怒气的 所以说防战的 这个套装特效 看起来也是挺 挺二的好吧 我只能个人觉得挺二的 然后输出的这个 我觉得也不是关键 因为你减致死的怒气 而且只减五点 所以也跟盗贼这个比 是差点意思的 好吧 因为盗贼这个 能够直接让你多打一到两个技能 而战士的这个五点 不是特别的强 因为你的致死并不能够 五点可能要很长的战斗时间 才能累积这个优势 多放一个技能等等之类的 好吧 所以这个战士 我觉得一般般 法师的这个就比较强了 而且我们看到 二斤套 他直接加的是奥数冲击 也就是说 暴血在用套装特效告诉你 T5玩什么 奥法 然后你的法术暴击可以 他这个就不是几率了 你只要法术暴击 就可以有70点法权加成 那这就很牛逼了 因为奥法 活法 你的暴击都是很高的 好吧 这个法师的这一套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接下来 德鲁伊的里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野德的这个还可以 因为很明显 他就直接加伤害 直接加你主要技能的伤害 这个应该是很很不错的 是吧 野德的这套是不错的 然后萨满的这个治疗煞 这个就是很逗逼了 治疗煞和奶 就奶煞和奶茄的 这两个都是逗逼 逗逼两件套 两兄弟 你看没有 是你的治疗波 什么刺激治疗波 治疗链的暴击效果 可以是你的治疗波的 司法天减0.5秒 这看起来很好 但关键是 他写了一分钟 只能触发一次 你的治疗技能 一分钟触发一次 减0.5秒 就治疗来说 就非常 你要是输出还好一点 治疗的就真的很垃圾了 因为治疗 你是没有办法把控 你自己什么时候 需要这个减CD的 总之 这个奶煞的和奶其的 都非常的垃圾 好吧 两件套也很好 两件套也很垃圾 萨满的这个还好一点 减法力值 他说了过去 奶其这个就很傻逼了 怎么 释放审判法术 你的小弟兄弟 获得50点法力值 难道你想要奶其 上面上去不停的审判吗 我觉得现在的玩法 也不是这样的 然后 呃 元素的这套也一般般 主要是 首先二件套 这个减 减治疗法术的消耗 就很傻逼好吧 我直接就说了很傻逼 然后这个闪电剑暴击回栏 回的也有点少 120点 我觉得挺少的 而且还是一定的几率 然后这个增强的就很强了 增强的就非常非常有逼的 两件套就不说了 一样是加减那个治疗效果的 但是那个四件套 是加那个百分之外公数 因为你增强在输出的时候 你的乱武几乎是一直保持的 那么你就相当于 全程多了百分之五公数 多了百分之五的额外公数 那就跟猎人的这个百分之五暴击 有一举同工之妙 所以增强的这套是很牛逼的 然后骑士的这三套都很垃圾 我刚才已经说了奶其了 然后防其了就不说了 惩罚关环 我自己是往防其的 我知道我基本上 打本的时候 从来不开惩罚关环 然后什么使用神神之盾 6秒内额外下一次攻击 或者100点 我他妈的拉一堆怪 你他妈的神神之盾 是10秒钟一次 然后还只能挡一次 好吧 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是 那个瞬间攻击 都能同时获得这个享受的 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是一下 一个怪打一下 这个100点就没了 那我只能说 这个四件套是真的很垃圾 好吧 这个套装特效 垃圾 陈介奇的垃圾 什么两件套是 加审判法术 消耗的法律值 减少35点 然后你的每一个 什么法术 会为你的小队恢复生命值 还只会200多点 我只能说垃圾中的垃圾 这个没得说 其实的这三件套 我觉得我没说 所有职业里面 设计的最差的 然后 然后 然后然后 上满的一般般 战士的也一般般 然后比较好的就是 比较好的就是盗贼 猎人 法师 然后 这三个职业算是 T5套装里面 设计的比较好的 我发现了 好像只有一套的 就比较牛逼 难道是因为资源的关系吗 素食的这个也看起来 素食的这个 我只能说一般般 如果倒过来还好 就是 什么腐蚀素 是你的暗影剑提高 那这样有可能就太强了 相当于是你的 一个另外一般 那个元素诅咒了 所以 素食的这个也一般般吧 两件套的 什么 宠物回血的 也挺鸡肋的 好吧 用处也不大 好 那T5套装 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 这个套装属性了 其他就不说了 那就装备 装备评系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不说太多 那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下 也是给大家一个 一起 讨论的空间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